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 少年是为了学业 中年是为了事业 到了老年后 能否安乡晚年 也成为了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 人到五十啊 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从头再来 也承受不了失败 这时候再遇到坎坷 很难跨过去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顺风顺水 体面地过好下半生 曾经我与寺庙相识多年的高僧两人 对坐长谈 有位慕名来访的中年 请高僧提点一二 他年过五十 希望后半生能够幸福无忧 但事事无常 不知道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稳 顺利地度过晚年生活 心中一直揣揣难安 高僧文言笑道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着世 欲知来世里 今生做着世 事事虽然无常 但却有规律 受因果之道影响 一切都有迹可循 后半生是否幸福 取决于自己之前种下的因 福获无门 为人自招 只要善因种下了 心中就不必担忧 未来一定能收获善果 周年文言 身思良久 有所感悟 于是问及具体方法 高僧回答道 人到五十 想体面地过好后半生 三条出事良方 要参破 一 亲密有度 交往有边界 高僧说 朋友之间相处 过有不及 与人交往要把我好度 与人交往没有界限 掌握不好分寸 是人老之后的大忌 与人太过密切 可能一不小心 就会触及到别人的隐私 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误会 给自己招惹是非 而不懂得拒绝别人 与人拉开距离 更是难以守住 自己的秘密 被写口迷附件的小人 有机可乘 给自己带来伤害 古人常说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离 真正的朋友 彼此之间 也不必太过亲密 拘于礼节 也不太过打扰 对方的生活 轻松自然 看似如水一样平淡 但是危难来临 却能 护身援手 肝胆相肇 小人之间的交往 表面上 看肝浓如同甜酒一般 但一有困难来临 他们却跑得比谁都快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 自己有求于人 或者有所图谋 才会整日想着接近 讨好对方 他们并不是真心为自己着想 这样的交往 若不加以防备 等自己吃人嘴软 男人手短后 要后悔就完了 古语云 君子上交不走 下交不独 真正的聪明人 在人际交往当中 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不会因为对方的名利 地位 而羡慕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穷苦贫困 就看不起别人 有处事大智慧的人 与人交往一定是有分寸的 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能够做到亲属有度 交往有边界 无事分别心 亲密无度 会为自己惹下祸端 把握与人交往的距离 才能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主动 维护好身边每个人的关系 让自己体面地过好下半生 二 多冷观千丝 少操心 高松说 多冷观千丝 少操心 在佛门看来 这世间万法 都是虚妄不实 缘起信空的 常常听到有人说 人生很累 其实不是人生累 而是自己的心累 静由心转 一个人的境遇 会随着自己的内心而改变 心累的人 是因为自己操心的事太多 不懂得冷观世事 放空自己的心里 这里的冷观 指的不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而是明面善恶是非 事不三思 终忧悔 凡事爱凑热闹 都往前挤 其实最后被伤害的 往往是自己 所谓知人之面 不知心 面对纷繁复杂的事 首先事和人 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了解前一后果后 才能决定 是否设计其中 对待事情太急躁 太操心 累得是自己 最后吃力不讨好 好心办坏事 自己白白浪费精力 被人埋怨 多管闲事 佛说一切法为心造 万法为心生 心是人的最根本 想由心生 是佛是魔 皆在一念之间 所以想要人的后半生 能够幸福 唯有不要太操劳 也不需心念太多 越操劳越念想 往往越难以追寻到 幸福和安宁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世界 人要懂得知足 多冷冠千丝 少操心 让生活变得简单 人生百年稍纵即逝 千万不要把时间 花在了不该操心的事情上 有求皆苦 无欲则刚 内心清静 与世无争 闲看听前 花开花落 简单知足 晚年的体面和安宁 便简简单单的 即可获得 三 情深必伤 学会随缘 高僧说 有缘 即逐无缘去 一任清风 送白云 苦乐得失皆随缘 学会以入世的态度波种 以初始的态度获得 如此一来 人生便不会有太多烦恼可言 这便是随缘 人生的至高境界 人的感情非常复杂 激情时 爱得死去活来 以为能天长地久 但是时间久了 互相磨合却非常痛苦 不患而散 许多人以为这是对感情的背叛 其实情之一字 就是瞬间的烟火 诸行无常 世上本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 都是属于不断变化的 就连一直在一起的两个人 他们的感情 一定是不断变化 不断升华的 佛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识 一个人一生要遇见数不清的人 为何只对这么一个 产生感情 相伴一生 这就是缘分的作用 缘起感情就在 缘灭 再强行挽回 也于事无补 在面对感情时 要懂得顺着它走 对于过去的 坦然放下 但不要否定 对于现在把握住的 要好好珍惜 所有的感情都不是玩物 都需要认真对待 能够正视自己的情感 随心而动的人 才会有大作为 因而 懂得随缘 方能不念过往 不惧将来 不乱于情 不困于心 面对世事一切 皆看淡 大不往前走 才能远离烦恼痛苦 让自己的后半生 收获安宁 无忧 因果真是不虚 有几可寻 人到中年以后 想要知道自己后半生 是否幸福 那就看看自己 现在的烟行造作 人到午时 要做到亲密有度 交往有边界 多冷关千丝 少操心 情深必伤 学会随缘 学会这三条处事两方 方能维持好身边的关系 放空自己 远离烦恼 自在安宁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不存在 自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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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